李大叔 今年背着胖大海 金嗓子含片等保护自己的嗓子 最近这几年 李大叔咳嗽的次数明显增多 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 长得要连续可三个月以上才见好 一开始 李大叔全当这是大部分教师的职业病 因为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同事 也免不了总是咳嗽 可无论是多喝水还是吃润喉药 咳嗽的毛病非但没见好 反而愈演愈重 尤其是在早晨一阵阵的咳白痰 有时候还带着血丝 这几天上完课以后 李大叔不仅是咳嗽 还总感觉喘不上来气 于是向学校请了几天 嫁回家休养 当天晚上李大叔咳嗽 咳痰的症状突然加剧 还伴有高烧 于是在家人的陪同下 连夜送往急诊 查体发现李大叔双肺下端可听极明显的失性罗音 随后Genex现检查显示李大叔双肺下端的肺纹里成条所状 明显增粗 咽血发现血液中的白细胞和中性力细胞技术高于正常值 且痰液培养中含有格兰式阳性菌和大量被破坏的淋巴细胞 在使用抗生素稳定病情后 医生通过复查李大叔的相应病史 最终诊断为慢性脂气管炎的急性发作 随后给李大叔开了相应驱弹症壳的药剂 以及预防哮喘的脂气管扩张剂 并叮嘱李大叔平时一定要多注意增强体质 尽量避免粉尘的吸入 但李大叔还有一问 我之前一直是喉咙有炎症 所以才咳嗽 怎么这就和肺联系上了 还耽误我这么长时间没有去就诊 对此 医生解释道 在引起慢性咳嗽的症状上 慢性咽炎的确和慢性之气管炎有相似的地方 但这两者并没有直接联系 但是同作为诱因的粉尘 既可以导致慢性咽炎 也可以导致慢性之气管炎 但是废出了问题 咽喉往往能反应 所以日常生活中 我们要密切注意自己喉咙是否出现以下症状 一 医生提醒 肺部来临 喉咙先知 慢性之气管炎由于中老年人群众多发 所以俗称老慢之 像是老慢之 知气管哮喘 知气管扩张或者肺水肿等常见肺部的呼吸道疾病 其共有的病理反应就是知气管的炎症 而最明显的症状往往是体现在咽喉部 所以如果喉咙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肺部极有可能出现问题 一 长期咳嗽 当知气管长期受到化学如二氧化碳 工业废弃等有害气体 物理因素如粉尘 烟雾等的损害 构成知气管管壁的细胞 就会变性 坏死引发炎症反应 而炎症又会加聚知气管管壁细胞的损害 总而言之 无论是内在还是外在因素对知气管的刺激 都可化为神经冲动 随之气管平滑基数内的传入神经 到达眼水咳嗽中枢 再由喉下神经 脊髓神经等传出神经作用于呼吸机 通过肌肉的收缩舒张完成咳嗽 而这种长期刺激所诱发最明显的临床表现 就是长期慢性咳嗽 像慢性知气管炎 知气管扩张 肺浓肿 肺结核等虽然具体症状表现上有所不同 但本质上都是由于知气管反复发作的炎症所引发 案例中的李大叔 肺部出现明显的纤维条索影 就是因为知气管在不断损伤 修复过程中重构后所形成的斑痕 二 大量可谈 一般来说 位于下呼吸道中支气管的线体和悲状细胞 只会分泌起到润滑呼吸道作用的粘液 当位于肺部的支气管出现炎症时 一方面相应的细胞分泌的粘液量增多 另一方面由于炎症反应使毛细血管渗出大量僵液在与外界刺激物和坏死脱落的细胞组织结合 就会以痰的形式随咳嗽可出 如果出现大量 咳痰的症状可以提示肺部出现支气管扩张 肺浓肿等肺部疾病 此外 正常人很少会咳痰 如果出现了咳痰的情况 不仅是痰量的多少 痰的颜色和气味也会间接反应肺部相关疾病 就比如出现铁锈色浓痰 为典型的肺炎双球菌所感染的肺炎 而案例中的李大叔的老曼之除痰量大且呈逐渐增多趋势外 其急性感染时的痰液往往呈现了臭味 三 声音嘶哑 吞咽疼痛 由于喉反神经主要支配喉肌 而喉肌又是控制发生的主要肌肉 当支气管的炎症逐层累计加重 当侵犯到基层时 喉反神经受累 导致咽部的横纹肌无法完成正常收缩舒展 临床表现为声音嘶哑 构音障碍 不仅如此 当炎症直接使声带受累 也无法完成正常的发生过程 当肺部出现炎症 细胞所释放的炎症因子可扩散至咽喉部分 咳嗽、咳痰等行为也会对咽喉部的黏膜造成刺激 最终又发咽咽炎 从而间接导致咽喉不肿大 致使声音嘶哑或无法发生 此外 口咽部的炎症还会导致管腔狭窄 在吞咽食物的时候感到困难和疼痛 四、痰中带血 前面我们提到过 肺部的炎症会导致肺泡的毛细血管通透性增加 不仅会露出大量僵液参育痰的形成 如果通透性过大 还会导致部分红细胞露出 使痰中带血 此外 炎症还会导致支气管的小血管的管壁破裂 血液掺入痰中 使痰中带有血丝 李大叔的老曼之 就常在剧烈咳嗽时出现痰中带血或血性痰 同时血的颜色 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肺部疾病的类型 一般鲜红色多半是上呼吸道毛细血管破裂 或者肺结合、支气管扩张所致 暗红色血痰一般是肺栓色 而砖红色焦洞样血痰 则鉴于肺炎、克雷勃感菌的感染 既然在肺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 伴随着咽喉部和其他部位的病变 那么为避免出现上述的这几种情况 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肺部健康 预防肺部疾病发生呢? 二、肺部的日常防护 对于已经确诊的患者 在急性期可以应用相应的药物进行缓解 而在稳定期 则需要特别注意那些容易诱发肺部疾病的行为 以及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一、戒烟 吸烟是慢性脂气管炎等肺部疾病最重要的发病因素 吸烟者比非吸烟者的发病率高出二至八倍 且患病率会随着年龄和烟龄的增长而增长 一方面 烟草中的胶油、尼古丁会刺激气道的腹胶感神经 严重可引起支气管静磷 增加呼吸道阻力 另一方面 这些有害物质还会损伤气道的上皮细胞 使鲜毛变短 降低其对外界刺激因素如粉尘、病毒等的抵抗力 使支气管更易受到感染诱发炎症 二、痰液的排出 中老年患者可通过增加每日的饮水量 少量多次饮水 稀释痰液 从而促进痰液的排出 还可以在清晨的时候取氧卧位 张口深呼吸五至六次 用力咳嗽同时保持嘴巴张开 当痰液到打口咽不时 再用力咳嗽促进痰液排出 三、适当锻炼 运动可使呼吸加深 加快 血液循环加快 促进新陈代谢 提高集体的免疫能力 患者应结合自身情况 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如散步、慢跑、太极拳、做体操等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 有意识地锻炼腹式呼吸、缩唇呼吸 也可以反复练习吹气泡、吹气球等 提高肺功能的活动 在选择锻炼地点方面 要选择空气清新、安静、宽阔的环境进行锻炼 避免在大风、潮湿、炎寒时外出活动 也要根据天气环境主动增添衣物 四、调整饮食 中医有着肺为助痰之气 脾为生痰之源的说法 肺部疾病的反复发作久而久之 就会累积皮脏 造成提脏的负担 所以中老年患者应注意脾胃的调养 减少甜食、油腻、辛辣食品的摄入 少吃虾、蟹等海星发物 总体以清淡为主 多吃黄豆、鸡蛋、瘦肉等高热量、高蛋白的食物 也要注意维生素的补充 五、预防感染 细菌、病毒、支援体等感染 也是引起肺部炎症的常见原因之一 病毒像是流感病毒、鼻病毒、呼吸道荷包病毒 细菌像是肺炎炼球菌、葡萄球菌 等都是常见的感染源 这些感染因素会造成气管、支气管粘膜的损伤 诱发慢性炎症 我们可以通过在换季时 通过口咽柿子来检测自己是否受到感染 也可以通过注射相应肺炎疫苗 来提高肌体、免疫力、减少感染、预防发病 由于多数肺部疾病存在着病程长 且亦反复发作的特点 所以在疾病的稳定期进行相应的预防保健 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可以减少疾病的复发率 还可以减少相应的并发症 促进患者早日康复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中文字幕摄影